大家好,我是Wayne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聊聊 善善谦信和武田信贤的经典战役 川中岛之战 川中岛之战其实在历史上发生了五次 一般人所指的川中岛之战 是指打得最激烈的第四次 善善谦信和武田信贤 两位在战国时代出了名的战神 为什么要开战呢? 还要打了五次之多 而结果谁胜谁负 想知道答案就一定要把这一集看到最后 在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要得到你们的持续支持 我才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影片 另外有兴趣的话 也可加入会员详情在资讯栏 先说说第一次川中岛之战的背景 当时仍然叫长尾锦虎的 上上千辛已经成功 从他哥哥长尾秦锦首相拿到家独之位 成为了约后的一方霸主 而武田信贤是贾飞的领主 他与南面的两位大名 郡河的金川议员和三摩的北条斯康结成同盟 一欣赏扩展势力的武田信贤就只好向北面的信隆进攻 川中岛的地点位于北信隆 即现在的长野县一带 川中岛是指西川和千渠川教会点附近的三角洲 当时这一大事 葛伟成城主川山一青的势力 川山一青面对武田信贤的强攻 他奋力抵抗 让武田信贤吃下他人生中的首两残败将 详请可收看武田信贤与武田信苦这一集 守得住两次 川山一青终究抵抗不了武田信贤的第三次攻势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川山一青只好投靠更北面的山山千姓 而山山千姓为了帮助川山一青 就只好到川中岛迎战武田信贤 这就是第一次川中岛之战的起因 山山千姓收到来自川山一青的救援请求后 当然愿意伸出援手 第一 他可以把势力扩展到川山一青的各尾层 有利他监视新农一带的局势变化 第二 作为战国时代最渴望大义民愤的大名之一 山山千姓可大义凛然的反抗武田信贤的侵略行为 当然是求之不得 1553年4月 山山千姓派了5000兵给川山一青 川山一青也顺利取回了各尾层 败走各尾层的武田信贤之道山山千姓参战后 先回到了贾飞稍作调整 三个月后便带一万兵再重新出发 急迫村山一青 并城市进军村中岛 山山千姓也从越后的春日三城 大霸千兵出发 越过西川 在布施及现在的长野市设煞战争与武田信贤对战 这就是布施之战 又可叫做第一次川中岛之战 这场战争中两军都以一探对方虚实的心态作战 因此战况都没有很激烈 虽然表面上三三军好像拿到优势 但始终山山郡也是远征而来 在军粮快要耗尽之前 山山千姓就在九月决定撤军回到越后 第一次川中岛之战就以和局结束 在第一次川中岛之战完结后 山山千姓回到越后的春日三城后 没有太多修实 就立刻上落到京都拜见将军和天皇 并得到了从天皇发出的平定战乱的指示 意思就是说 山山千姓拿到了大义名分 成为了官军 而武田信贤就成为了朝敌 即使国家的敌人 自此之后 山山千姓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去对抗武田信贤 对在战国时代中最终是大义名分的 山山千姓来说 实在是打了一致强心针 于第一次川中岛之战中 没有拿下北信龙的武田信贤 日然没有放弃 这次武田信贤接触了在北信龙一带 拥有巨大势力的上光寺 别当丽田贺寿 成功把他从山山派拉到了武田派 山光寺是北信龙人民信仰的重心 因此得到了山光寺的支持 武田信贤就更容易拿到了北信龙人民的民心 吊失了山光寺的山山千姓 当然不允许事情就这样过去 所以他便降着得到天皇的指示 以正义之名义出发 是要夺回上光寺 而武田信贤知道山山出兵后 也立刻搭着大军支持上光寺 这就是第二次的川中岛之战 这场发生在1555年7月的战争的战场 位于夹着西川南北一大的地域 所以又名为西川之战 山山千姓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 完结这场战争 但武田信贤却是有避而来 要跟山山千姓打长旗战 因此武田军稍微占了一点点上风 但这丁点的上风 并不能为武田军带来胜利 经过两百天的战争 两军都已经出现疲劳 金川议员派了加成太原雪栽 做中介为两军议和 第二次川中岛之战 也是以和局作节 第二次川中岛之战结束后 山山千姓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行动 竟然留下了一封出家的信 就出发前往现在和歌山县的佛教圣地高野山 信中的内容大致上是 山山千姓已经平定了国内的内乱 人民也风衣足食 他已经没有什么没做完的事了 虽然他击退了外敌 但国内的加成日然不听从他的命令 与其跟加成们消耗 倒不如早早出家 退出江湖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山山千姓对他的加成不听指挥 感到非常沮丧 加成们借到这封信后 大家都纷纷挽留山山千姓 希望他不要出家 而山山千姓最终也没有出家 继续留在约后大领大家 虽然至今历史上都没有明确记载 山山千姓为什么要出家 但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 山山千姓是演戏的 目的是要令加成们百分百听命于他 1557年 武田信贤打破了之前定下的合约 共占了山山一方的各三城 刚从高野山回到约后的 山山千姓知道后 非常愤怒 于是山山千姓立刻从春日三城出发 再次进军到川中岛 山山君和武田君 这是在山光寺北方的上野园开战 因此第三次的川中岛之战 又名为上野园之战 但这次战争跟前两次一样 双方都没有留下激烈的战争记录 连武田信贤有没有先升于这场战争中 至今也没有定论 但根据现有的资料 第三次川中岛之战是在山山君 微微拿到优势的情况下合局 但总体来说 两军都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同时间 第十三代将军 逐利益徽 在京都正受到了三好长庆和松永久秀的威胁 山山千信也心急想尽快到京都救援 因此在这一战完结后的次年四月 山山千信就成功第二次上落 并从将军首相拿到了北信龙争乱的平丁书 比之前更明确的拿到了讨伐武田信贤的大义名分 1561年 山山千信出兵关东 攻击在乡谋的小田园城 这就是详一期详细讲解的小田园城之战 我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北条斯康面对着山山千信的大军 只好向同盟武田信贤求救 武田信贤也再次出兵北信龙 山山千信看到武田信贤再次出动后 就只好立刻从关通撤退 回到村中岛与武田信贤进行第四次的村中岛之战 也是五次核战中最激烈的一次 一开始武田信贤派了三千兵住在海经城作为据点 而带领着一万三千兵的山山千信 原本可以轻易以人数的优势拿下海经城 但山山千信却出乎意料的带领大军想了七旅山 虽然在七旅山可以居高临下的观察局势变化 但却很容易受到敌军在山下包围被断绝冰粮的补给 此时带着两万兵的武田信贤终于赶到 第四次村中岛之战衣出直发 虽然武田信贤对山山千信上了七旅山感到疑惑 但仍然才用正常的打法截断山山军的冰粮 战争也进入了胶折化的状态 要等山山千信量尽圆绝需要等漫长的时间 武田信贤担心等待的时间过长会令士兵的士气下降 因此便决定实行着目了战法 意思是武田军兵分两路进攻七旅山 当武田军在后方攻击的时候 山山军就会向前逃走 但其实武田军已经在八方圆等待向山军了 决定了作战计划后 武田军便在海军城放下吹烟 令向山军以为对方已在准备饭菜而放送防范 实际上是兵分两路准备夜席七旅山 意想不到的是 在武田军到达七旅山后时 向山军早已经不在了 原来向山军看到吹烟时已猜想到武田军坏要进攻 因此向山迁信便带领大军先于武田军在八方圆等待武田信贤 因此第四次村中岛之战又名为八方圆之战 当武田信贤到达八方圆的时候 山山迁信其实早已在此地等着 更立刻用车轮战法攻击武田军 车轮战法意思是 山山军排成圆形状 轮流向武田军攻击 在原本突击七旅山的武田军来到八方圆后 武田军才算顶住了山山军的攻势 最后 相方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撤退 再次以核局收场 川中岛之战中最有名的场景 当然是武田信贤与山山迁信的单挑场景 在大乱斗的过程中 山山迁信披着白头巾 骑着马 冲进武田信贤的本阵 山山迁信举起太刀 一刀斩向武田信贤 武田信贤在没有武器在手的情况下 就以军配团扇去阻挡 为了一记杀死武田信贤的山山迁信 并只好骑着马随风逃去 留下后来发现了多处刀伤的武田信贤 这就是传说 三太刀七太刀的故事 根据历史的记载 公家的精卫前九 曾经在事后问过山山迁信此事的真卫 山山迁信的回答是 那个人是隐武者 不管三太刀七太刀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我们确定的是 第四次川中岛之战 对两军来说打击都十分巨大 而武田信贤更失去了武田信凡 和猪脚虎定等出色的武将 损失十分惨重 第四次川中岛之战后 山山迁信既上落得到了将军平定战乱的命令 又成为了关东管领和山山家的家独 因此有了更大的责任去铲除武田信贤这个恶人 同时间关东被北条师所控制 身为关东管领的山山迁信 当然也不能放置北条师部里 所以此时的山山迁信确实是四面受敌 1564年 异智人山山迁信决定再次出兵川中岛 进攻武田这个恶人 但这次武田军却守在海军城附近的延祺 没有出来迎战 结果两军在相距一里的距离下 对峙了差不多六十天 依然没有开战 并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地 因此第五次的川中岛之战 又名为延祺的对阵 而这也是山山迁信和武田信贤 两人间最后一次的对战 山山迁信和武田信贤的川中岛之战 合计打了五次 并打了十一年之久 由于两军实力相当 始终分不出胜负 使两人成为了日本战国史上 最有名的疏敌 在这十一年间 除了关东以外 同时间在关西也是战火连连 其中登场的人物 还包括了我们熟悉的 志田信藏等大名 往后我将会把朝点 暂时移离关东 并聚焦在关西一带 如果大家想继续深度了解 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 请按赞和订阅本频道 我将会每个星期三都 收更新影片 有任何意见和感想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想支持我的 也可加入成为会员 详情在资讯栏 我们下次再见